我是昨天有點辛辱 我都已經忘記我家有五樓 我大概有20年沒有上到五樓 上面什麼東西我不知道 我媽媽是跟我說 30年前就有了 中間有改建了一次 按照規則 如果他真的被判定是該拆了就拆 也不要去講一大堆理由 那個防火象我媽媽氣得要死 防火象鐵門也不是我們家撞的 民進黨的解釋我是聽不懂 你蓋物體不是要防止陽光照射 不然做什麼用 防止被上天看到是 民眾滿意度90 醫護滿意度30 坦白講一直到現在為止 是靠血和醫護去撐住的 醫療衛生支出還是要提高到8%的 前少做不了事情 目標是不生病 提倡減重、戒嚴、運動、癌症篩檢 三高控制、健檢 疫苗最有效率的治療 開放智慧市場 讓台灣的醫療產業 比較有機會發展 全責護理、生病在醫院大小便的處理 翻身、上廁所 也都有人可以幫忙你處理 如果你雇一個24小時的看護罡 要2000額 如果降到800塊、400塊 對外籍看護工的態度 我是主張寬鬆 外籍看護工分兩種 一種是真正有病要照顧 用巴士料表 另外一個說家庭幫用 用另外一條路 這兩個刻不同的人頭 所以有65歲以上的長者 那個健保費是市政府出的 推廣到全台灣 我認為不是很困難 醫療衛生收入大概三個來源 健保、智慧市場、公共衛生支出 公共衛生支出 公共衛生支出 這個屬於國家 該付的還是要付 千萬不要再去擠壓 目前健保、預算 開放智慧市場 減少醫院在財務上的負擔 發動的部份 切勢 室知油 看護手 極度 痰 極度 燈 極度